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最近的一段时间,电视剧原来是老师而热播 作为男主的陈学东,频繁的引起关注 巧合的是前两天,也就是愚人节当天 网友们疯狂磕CP的时候 挺更四年的陈学东8也加入了其中 他再一次上线,发了一张陈学东和郭静宁的合照 并配文,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俊网 两人的往事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可以说,这两天的陈学东一直是热意不断 说起来到今年为止,他才出道十年 然而关于他的故事却充满了秘密 其实如今提到陈学东,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郭静明 毕竟确实是郭静明一手提携了他 然而在没有遇到郭静明之前,陈学东的人生也是一帆风顺 1990年6月,陈学东出生在浙江温州 曾经的他是锦衣玉食的小王子 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家做了二十几年的眼睛 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爸每天能赚一万元 妈妈是大美女,我妈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女人 那时候赚钱多,我妈到处玩 你知道那种黑炭,一张几千元,家里堆好高 全部都是,可以说不管是吃住还是穿的 用的,童年的陈学东都是挑的最好的 他算是在宠爱中成长起来的 遗憾的是,美好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陈学东七岁那年,父母离了婚 他跟着爸爸一年多才能见妈妈一次 爸爸忙于生意,根本没时间照顾他 以至于从幼儿园开始,他就被放在了寄宿学校 周末都不能回家 所幸的是,他运气相当不错 就连自己都感叹道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一直得到这些贵人的帮忙 事实上,也如陈学东所说 从上学开始,他的人生中出现了无数次的贵人 因为成长在单亲家庭 幼儿园老师对他特别好 每天带着他出去,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住在老师家里 到了小学一年级,学校里的一位语文老师也是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 上了初中,陈学东的一位音乐老师同样对他关怀备至 陈学东不过是无意间提到自己冷 这个老师第二天就给他买了厚袜子 还送了他被子 陈学东扭到了脚 老师会带着他去看爹打医生 发烧了,又带着他去挂盐水 所以虽说,陈学东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但成长的过程中,他是不缺疼爱的 关键是所谓的疼爱,好运气,还一直延续了下去 慢慢长大以后,家人曾不止一次的问过陈学东 你长大以后想做点什么 陈学东毫不犹豫的回答,要做明星 家人接着问他要做什么明星 他回答道,要做唱歌的明星 之所以有这样的回答,是因为那个对他好的音乐老师 老师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还免费帮他补课 帮他利用唱歌的特长,考上普通高中 甚至还培训他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 可以说,音乐老师对他的影响颇深 陈学东因此走上了音乐明星的道路 关键是他开挂的人生并没有停下来 据说陈学东踏进上海音乐学校校门的第一天 就被韩国公司发掘,继而去做了练习生 并且韩国公司特别看好他 其实,练习生都必须放弃国内的学业 全职到韩国练习 唯独陈学东是个例外,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学业 最后韩国公司妥协,他只在寒暑假过去学习 于是往后的日子里,陈学东在上学期间 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 一放假便出国当练习生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 表现优异的他,差一点就在Q以男团偶像或歌手的形象出道了 却没想到又出现了一个意外 有一天,陈学东在上海做生意的堂姐给他发条消息 问他,郭敬明你知道吧,他有个新戏要拍了 你去见见他吧,看能不能让你去演 陈学东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看过郭敬明的书 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还是去了 没想到的是,还被郭敬明相中了 两人从此结缘 据说《小时代》系列,郭敬明一开始没想着当导演 结果,找他的导演看不上陈学东 郭敬明为此和导演产生了矛盾 郭敬明一气之下,自己当上了电影《小时代》的导演 谁知歪打正招,反而成功地由作家转型成了导演 陈学东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了一名演员 四部《小时代》虽然口碑都不太好 但却拿下了近20亿的票房 连带着初出茅庐的陈学东都火遍了大江南北 陈学东在郭敬明的带领下,算是正式踏入了影视圈 关键是早年的郭敬明也是真心实意地捧他 《小时代》票房大爆,郭敬明继续打造《绝技》系列 相比于《小时代》,《绝技》更是大咖云集 不过就算这样,出道没几年的陈学东也是妥妥的二番男主 除此之外,2015年的电影《从天而降》 郭敬明是监制,陈学东跟顶流张艺兴是主演 关键是演员排名表,陈学东还排在前面 电视剧方面,郭敬明首部执行的电视剧《是尚先生》 男主角是陈学东 紧接着郭敬明监制的下至未至 剧本改编自郭敬明的同名小说 男主角依然是陈学东 女主角是当年粉丝多,人气高的爽子 可以说陈学东的走红付出最多的应该就是郭敬明 两人那时的关系也是真的好 生日的时候会独出心裁的,为对方庆生 媒体甚至还拍到他们一起出去玩 时间久了以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以至于王思聪都出来,调侃过两人的关系 凭借小时代走红之后 陈学东因为演技等问题被各种吐槽 当时的他还是小演员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面对 在群里问大家该怎么回复这些尖锐的问题 郭敬明把他们护在身后 表示道,你们不方便,我来吧 独自面对成千上万的键盘 陈学东很感动,说以后会誓死捍卫郭敬明 事实上,郭敬明后来遭遇口碑危机 陈学东也站出来过 郭敬明捧红陈学东 很多人说他很宠,很霸气 这对CP真好嗑 媒体也关注他俩那些不能说的故事 其实细看之下 他们才是资本捧流量的最早形态 简直是为了当今娱乐圈的恶循环 开创了一条线路 当年隔空对峙时 徐友宁有句话说的很对 拼命要塞进来的文化,我不能接受 我只希望戏好 说简单点,意思就是强捧灰飞烟灭 陈学东外表俊美,颜值不低 但演技也是烂得无可挑剔 下至未治理的傅小思 让他演成了人形AI 喜怒哀乐全是一个表情 从头到尾,雷打不动 祸害完偶像剧,又跑去祸害证据 解密里的自闭症 被演成活脱脱的傻子 演技也是一如既往的AI 光是求婚那段 被泪流满面的影儿吊打 陈学东是怎么做到 从眼神到五官毫无情绪的 到这时候,已经引发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不满 而郭静明还不死心 下一部电影《绝技的男主》 依然坚定不移的选陈学东 顺带拉来的长相帅气 但演技同样很抱歉的吴亦凡 说实话,陈学东还真是当AI好看一点 他动起来的表情简直一言难尽 加上老朋友杨幂、郭采杰等人的助威 一群演技不怎么样的流量明星 在特效尴尬的画面里群魔乱舞 最终造就了这部3.8高分的神片 看观众评价就知道 他们是清一色的抱怨不满 以至于绝技之后 郭静明和陈学东口碑暴跌 两人互相绑着走下坡路 这一波也不怪陈学东的灾难式演技 一个专拍烂片的资本 绑着一个专演烂片的流量 两个人合作双赢的背后 既是无穷无尽的热度反噬 两个人中先出世的是郭静明 几步小时代以及绝技 让他的口碑跌到了谷底 本来口碑就已经够差了 2017年的时候 郭静明公司的作家李峰 又站出来爆料郭静明取向 甚至在李峰的描述中 郭静明还骚扰过其他男生 据他知道的就有5个人 这件事迅速发酵 作为郭静明力捧的陈学东 也引起热议 风波之下 陈学东赶紧出来辟谣 从那件事情后 两人似乎有了一些芥蒂 互动的次数越来越少 对方生日的时候 也没有了以往的小作文 郭静明没有淡出大众视线以前 还会偶尔和陈学东互动一下 然而陈学东却离郭静明越来越远 两人最后合作的 可能就是绝技二 2019年 陈学东彻底离开郭静明 加入李冰冰姐妹的合颂传媒 遗憾的是 离开了郭静明 没有人会再不顾所以的捧他 跟着郭静明几年 就算陈学东没有演技 合作的也都是杨幂 范冰冰之类的明星 结果单飞以后 资源迅速下滑 开始的一段时间 只能在综艺节目中露露脸 后来就算再拍戏 也很难搭到大咖 所以说啊 离开郭静明以后 陈学东的路更难了 或许曾经的他 选择单飞是为了证明自己 遗憾的是 兜兜转转几年 不仅没有出来 反而还过气了 以至于 如今很多人说起他 第一想到的 还是郭静明 而另一边 和陈学东结绑后的郭静明 也过得并不顺利 绝技二扑接不说 受到舆论压迫的他 在年末最后一天 承认当年的抄袭行为 并向作家庄宇 赔款20万元人民币 然而在这之前 他通过抄袭 获得的票房早已上映 与此同时 他的新电影 秦雅吉也受影响下线 持续半年多的时间 不敢再网上冒头 直到风波见评 他才久违的发了一张自拍 小心的伸出一只 想要付出的奖 而他对陈学东的生日祝福 也永远停留在 前年与杨幂一起的三人合照 现在看来 郭静明兴许 很怀念小时代的巅峰时刻 他一手捧红了陈学东 却也一手捧纱了陈学东 使他变成流量环境下的牺牲品 如今娱乐圈内 有无数个陈学东 也有无数个郭静明 谁会成为下一个捧纱对象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